每期带你解锁一个职场加油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职场当中 平凡跳槽怎么破 下来做一个测试来看看 你是否需要看完整个视频 还是可以直接空降到最后 有三种人 A B C A是每一份工作都能做三年 甚至五年以上 B是你有两份以上的工作的时间 不足两年 C是你所有的工作经历都不满两年 如果是C的话 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Job Hopper 也就是平凡找工作的人 平凡找工作的人在雇主的印象当中 是一个不稳定的申请者 曹老师曾经辅导过一位 在八年的时间当中换了五份工作的人 最终通过职业辅导 他顺利拿到了新意的offer 并且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超过四年 首先是我们需要在简历当中 设置一个缓冲区 没错 简历是需要按照时间顺序来描述你所有的工作经历的 根据耶尔的一项眼动测试 个人信息之后的这一部分是最容易引起面试官的关注的 所以我们建议在这里可以设置一个自我介绍 目的是展现你的专业和能力 可以是通过一段自我评价 包括对你以及以往所有工作的主要的绩效 以及在职业经历当中的你的能力和技能的概括 甚至可以附上你的相关作品的链接 第二是在你的经历的描述当中需要突出一条主线和一个向上的台阶 平凡跳槽并不都是坏事 如果说你是能够证明你的所有的平凡跳槽是为了探索自己的一个职业目标的话 比如前面说的那个个案 他的前四份工作都是在从事技术工作 第五份工作他寻找了一份前台的销售和技术支持结合的工作 在辅导当中我们就明确了他的职业目标就是要往销售和前台去发展 所有的前期的工作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经历 这个回来面试官知道你的职业目标非常的明确 而且你过去的职业经历可以帮助你在下一个目标当中取得成功 什么是一个向上的台阶呢 对于经常跳槽的人很容易在每一份经历下面写上太多的重复的一些工作的内容 萨老师建议大家你们在写简历的时候一定要去简化 我们需要让雇主看到是每一段工作当中你的工作的任务的复杂度 以及你的技能都在持续的提升 注意避免太多的重复性的描述 最后需要做的是真诚 真诚的说离职的原因 可能离职有很多的原因 比如某一份工作的时间太长又萎缩 你在面试的当中需要做到的不仅仅是说那些外部的原因 而且你需要展示自己对内在的原因的自我剖析 第二你需要真诚的展现出你下一份工作的期待 比如说你可以说我知道我过去花了太多的工作 这次我真的是想希望能够在一个行业和一家公司长期的稳定的工作下去 也想听听面试官你的建议 最后一点对于一个经常跳槽者常规的面试简历投递的渠道可能并不是最适合他 你需要做的是通过展会 招聘会甚至Networking这样的机会 让对方先看到你这个人对你有了好的第一分印象 然后再递交简历和进入到面试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在选择公司职业的时候一定要有充分的自我认知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工作 当工作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人选择放弃 有人选择坚持 而放弃将会成为一种习惯和肌肉记忆 所以沙拉斯希望你能够坚持应当而上 在每一份工作当中都做出成绩